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气势如虹 上证指数上涨2.8% 深圳方面则大涨3.4% 呼声大盘上涨幅度也超过了3%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大约是0.4%至1%左右的涨幅 而美国方面表现最弱 三大指数平均均有大约是0.05%左右的轻微跌幅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维持在1328美元左右 并没有因为股市的上涨而下跌 同时呢 原油价格目前依然是在低位53美元左右 最后 数字货币的比特币呢 目前是逼近到8000美元附近 现在的报价是7900美元一枚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重点跟大家说两点 第一 我们知道从今年年初 我GoMarkets一直给客户推荐澳洲的通讯板块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澳洲的通讯板块的领头羊 澳洲电讯以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都在竞相收购澳洲其他的通讯领域的中小型公司 为什么呢 毫无疑问 答案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赚钱 不赚钱的生意 大家不会挤破头往里进 就像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澳洲很多 墨尔本 悉尼开了这个很多的四川火锅店 中国其他包括是这个重庆火锅店 为什么火锅开了这么多呢 简单来说就是呢 不用靠厨师 只要有这个汤底 那么配料 本地采购就可以了 利润相当值大 所以说 只有赚钱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竞相参与 所以说这个通讯领域也是一样 为什么说在今年开始 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澳洲电讯 包括其他的板块都出现了大涨呢 其原因就是呢 澳洲不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 均对于通讯领域达成了一致 将会呢 大力开发通讯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澳洲的通讯领域 从目前的三G四G迈向未来的5G 那目前的两岛呢 也达成一致 不论是谁在位 最终都会对于澳洲通讯领域大力开发 因此呢 既然这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时候 我们判断在未来的5至10年之内 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加入到国家宽带计划 或者是加入到现在最新的5G行列中 那么在这种领域 自然这个行业有得就有失 谁是得的呢 在我看来有两类公司 第一 自然就是龙头 通讯领域的龙头在澳洲就是澳洲电讯 它可以说呢 是独占着目前的网络资源 特别是5G资源 目前澳洲5G只有澳洲电讯提供 第二家将会于六个月以后才能进入市场 因此在初期澳洲电讯将获得5G巨大的利润 那么第二方面能够因此获利的呢 并不是那些第二第三的公司 相反是那些小型的网络通讯公司 他们并没有实体电 大部分靠的是网络运行 靠的是租借大公司的网络 但是呢 由于价格非常之低 因此他们主打的就是 那些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基础客户 所以说在这类公司中 由于他们的类型较小 开支比较低 对于市场竞争有着强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所以呢 实际上来说 在未来的5到10年这个通讯领域巨大改革变化之下 相反呢 是那些中类的公司 比如说排名第二的新加坡电讯Optus 比如说排名第三的沃达峰 甚至于排名第四的TPG 这些却恰恰是因为其强大的 应该说是巨大的实体电开支 包括现金流压力 他们呢 反而会在这次竞争中 受到不利的低纹 我们从他们的股价的反应上来看 也是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在过去的5个月中 澳洲电讯的股价呢 从3澳元目前涨至3.75澳元 涨幅接近于25% 在上周 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能源公司AGR 居然提出要收购 排名第五的一家小型网络供应商 这也证明现在呢 包括互联网以及5G通讯 成为了各个行业 真相想要参与的一次盛宴 那么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重点就是说一下 大家知道在下周星期日 也就是6月23日 我们将在墨尔本东南区 格兰威尔利举办一次半年一度的大型活动 那么在这次活动中呢 我们有幸邀请到呢 这个是墨尔本唯一的 华人国会议员廖禅娥 作为我们的嘉宾 毫无疑问的是呢 廖禅娥所在的是自由党 那么自由党呢 自然是对于东南区 特别是投资股票的股民来说呢 都是他们的铁杆票仓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前来 第一要感谢我们东南区金融行业的选民们 对他们的支持 第二也是重点说一下的是 既然他们选上了 那么在这一届三年之内 他们能够给我们华人社区带来一些什么改变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重点是邀请到了四位各有不同风格的华人分析师 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在股票领域的投资意见和建议 我们知道GoMarket从很早的时候呢 就开始办联合讲座 之后呢 其他竞争对手看到我们联合讲座都做得不错 所以呢 也纷纷开始办联合讲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提出我们要重新换回单一的精品活动 不再和其他机构办联合讲座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呢 任何行业 我们一定要做差异化竞争 所谓差异化竞争就是要有核心的竞争力 如果说价格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竞争力的话 那么很遗憾 这个行业基本呢 就没有什么利润了 任何的行业 一旦是打价格战 那么不论是参与者 不论是胜的一方 还是负的一方 最终都是应该说是惨败或者是惨胜 没有获胜的一方 我们知道所有的行业 80%的利润是来自于中端和高端客户 因此如果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仅仅是靠的是低价 那么应该说我们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也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不论是选股票 投资项目 甚至于我们买房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一句 我投的这个股票 选了这个项目 买了这个地 它到底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我有 你没有 是独特的一些优势 只有独特的优势 只有核心竞争力 才能让我们的投资 才能让我们的收益 超过平均回报 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所提倡的 其实呢 问题的核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 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说教也好 通过我们不断的讲座也好 大家能够养成一个自己能够挖掘和观察 甚至于寻找具有核心竞争力产品 项目 股票的能力 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下次节目再见